另外镜头再带你来看到新城乡民代表会 第21届第7次的定期会开议了 那么是由乡长和理台进行施政报告 针对防疫部分的表示 共同守住第二波疫情防线 保护民众健康 让新城乡继续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 花莲仙新城乡民代表会 第21届第7次定期大会正式开议 新城乡民代表会主席陈旧林表示 疫情相当的严峻 也取取公所团队做好防疫的工作 同时也肯定大家的努力 更感谢何乡长带领公所全力投认 在疫情如此严峻之下 不但没有任何松懈之心 反而是更加战战基金 何乡长更是体恤相亲 尤其是我亲协队的同仁 在有限的人力之下 做出了最大的人力调度 一再的消补环境 为了就是不让疫情扩散 也是让乡亲能够安心 目前虽然有许多大型的活动 因为疫情取消或延期 相信在安全的考量下 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 携手同心度过难关 今年也是本届代表任期的最后一年 相信权力代表的努力 所有的乡亲都是有不共读的 今天下来何立台表示 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活动无法办理 不过相当工作以及地方建设是不间断的 三年多来争取相当多的经费 以务实的态度 地方重大建设将一亦呈现 在防疫措施上 沿锁中央疫情指挥中区 提发了县政务防疫的政策 其其让疫情能够获得相对的控制 避免来扩散 以来也在此不议乡亲们 做好自我防疫措施 激起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借助施打疫苗 增加自我的保护力 共同锁住第二波的疫情防线 保护乡亲的健康 其其让新人家继续成为安稽乐业的幸福城市 以来就在想达已漫入第四年 各项公共建设 与陆平专案及社会福利 经获得乡亲的高度认同 110年 在公所优质行政团队的努力之下 更向施政 在财政收入股价增长下 预算经费执行 更是创下经验历年的新高 今年是重要的一年 提起各位先进 共同为慢波形成幸福城市的目标 一起来迈进 相当合理台表示 既然相当已经迈入第四年了 各项公共建设以及陆平专案 获得乡亲高度认同 111年 在公所优质行政团队的努力之下 各项市正在财政收入稳健的成长 预算经费更是创下历年的细路 今年更是重要的一年 感谢各位代表先进对公所的支持 取取共同为慢波形成幸福城市目标 一起来迈进 从建设财政环境社会福利 城市推广 产业推广 文化推广等多方面 持续提升 为乡镇继续打造幸福生活好形成 相当合理台也不忘母亲节的日子 同时也致政康兰性给代表会同门 也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记得节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